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的新闻首先带来了Just Eat Takeaway的重磅消息 他们以6.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美国外卖平台GrupHub 这是他们在4年前以73亿美元收购的 这一举动显示出他们在疫情后面临的市场挑战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特朗普的最新动态 他呼吁台湾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这不仅可能让台湾面临预算压力 还可能影响美中关系 此外特朗普的选举胜利意外 带动了中国市场对其周边商品的需求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最后我们来看看香港最新的餐饮热潮 几家新餐厅如National和Avis Grave Pole French Bistro相继开业 为食客们带来了新鲜的美食体验 这些新场所不仅口味独特 还展现了香港多元的饮食文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报道 Just Eat Takeaway以6.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 其在美国的外卖平台GrabHub 这一交易让人们不禁回想起 四年前其以73亿美元收购的辉煌时刻 疫情后的市场挑战显而易见 GrabHub的出售不仅是为了减少损失 也反映了外卖行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巨大变动 同时特朗普呼吁台湾加大军事开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可能影响台海局势和美中关系 而在香港 几家新餐厅如National和Apo French Bistro的开业 为食客们带来了独特的美食体验 展示了这个城市的多元饮食文化 中国财经频道指出 人民币汇率近期降至14个月来的新低 市场因特朗普当选后外部压力而感到不安 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调整 让人民币面临贬值风险 投资者对此反应激烈 瑞士银行也因此调降了对中国股票的预测 市场情绪愈加低迷 香港股市的下跌 与中国大陆的CSI300指数的反弹形成鲜明对比 令投资者感到困惑不已 面对这些挑战 外界纷纷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应对能力 以及人民币未来的走势 新州网报道了中国全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办人人力失联的消息 疑似卷入商业银行的弊案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全国基金在公告中表示 人力因个人原因暂时无法履行职务 由总经理王国斌代行董事长职务 人力的失联与一宗涉及头部股份制 商业银行高管的案件有关 具体情况上不明朗 全国基金自2022年成立以来 资产规模已达到175.16亿元 旗下基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此事件的后续发展将对整个基金行业 产生深远影响 新周网报道 中国人社部宣布中投副总经理齐斌 被任命为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齐斌的金融背景引发关注 作为中联办首位金融系统出身的领导 他将主管经济工作 预计将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助力 56岁的齐斌在清华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后 赴美深造并在华尔街工作 随后在中国证监会任职长达16年 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 2016年他加入中投负责研究和投资运营 彰显了其在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的重要角色 华尔街财经的节目中提到 小仙顿在昆明的新店盛大开业 标志着该品牌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布局 旨在将中式滋补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拼多多在双十一期间推出的百亿捷免活动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和商家 相关概念股表现强劲 商家逆袭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此外 中国长城的股价飙升至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与网络安全的崛起 自主可控芯片技术及政策支持 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展现出中国科技企业的强大潜力 日本台的节目则聚焦于 中国在秘鲁的千K港口建设 预计将成为南美与东亚贸易的关键枢纽 可能改变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博弈格局 同时 特朗普胜利激发了日本冲绳居民 对美军基地减少的希望 甚至有人呼吁独立 这反映了当地对自主权的渴望 这些动态不仅涉及经济发展 也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预示着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迁 深刻中国 近期 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直航航班 恢复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变化 不仅标志着航空业的复苏 更是两国人民情感的重建 随着中加航空当局的积极谈判 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航班 将连接四个中国城市 给那些渴望探亲和访友的旅客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海南航空等主要航空公司 也将随之增加航班频率 这背后体现了对人心需求的深刻理解 虽然过去几年中加关系 因政治因素和疫情受到冲击 许多中国旅客仍需经香港或台北转机 但如今航班的逐步恢复 让人们对两国关系的改善充满期待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珠海市 一起无差别撞人事件 引发了居民的深刻反思 当地政府于11月13日 移除了事件现场的悼念物品 另一些居民感到不满 一名花店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执法人员甚至禁止 他向现场运送花圈 居民们在哀悼遇难者的同时 也对这一恶性事件进行了反思 显示出社会对安全和暴力事件的 关注与警惕 星岛日报 在意大利米兰车展上 中国的电动三轮车 三蹦子意外走红 订单激增近30% 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秦晓明表示 这款售价约700美金的三轮车 主要用于农田运输 因其独特的设计和实用性 吸引了众多外国客户 更有趣的是 许多客户要求保留 倒车请注意的中文语音提示 甚至有不少外国人因好奇而尝试 骑上这款新奇的车辆 展现了众议文化交流的新面貌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俄两国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试图抹黑美国并提升中国形象 一位年轻的金发美女在抖音海外版上 以流利的普通话表达自己是俄罗斯人 批评美国的政治动荡和西方国家 对世界的影响 同时大肆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 他甚至声称美国人担心的是 为何中国没有出现问题 并提到美国总统候选人 应向中国学习 这种虚构的宣传手法 是否能够达到中俄的目的 值得关注 明镜想点就点 分析了特朗普与拜登的历史性会面 强调这不仅是权力交接的仪式 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考验 特朗普的回归 象征着他对2020年选举结果的质疑 而此次会面 发生在紧张的政治背景下 与此同时 学生贷款问题也成为焦点 特朗普对拜登的减免计划持不明态度 使得数百万借款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未来的政治格局将如何演变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财经报道了 腾讯季度业绩未达预期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国内消费疲软 但净利润却大幅上涨 显示核心业务强劲 此外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为中国带来机遇 改变国际动态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和与日本 韩国的合作上 最后 珠海悲剧引发了对公共安全的重视 中国政府承诺加强安全措施 以应对社会不满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 解决失业和司法公正等根本问题 是防止类似事件的关键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一名在海外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男子 阿希夫威廉·拉赫曼 被指控泄露了有关以色列计划 对伊朗进行导弹袭击的机密信息 这名男子在柬埔寨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并将在关岛首次出庭受审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拉赫曼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泄露的文件涉及 美国对以色列打击伊朗目标的秘密评估 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工作 该文件在Telegram上被曝光 显示以色列正在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做准备 随后 以色列对伊朗的多处目标 实施了报复性袭击 华尔街财经分析了腾讯的季度业绩 尽管公司收入增长了8% 达到1671.9亿元人民币 但仍低于市场预期 主要是受到国内消费疲软的影响 然而 腾讯的净利润却增长了47% 显示出其在游戏和在线广告方面的强劲表现 此外 中国芯片初创公司MoreThreads 正在启动IPO进程 这家由前NVIDIA高管领导的公司 专注于设计图形处理单元 吸引了超过20亿元的投资 与此同时 AI技术领域也面临挑战 OpenAI即将推出的Orion模型 可能无法显著超越GPT4 引发了对越大越好策略的质疑 华尔街电视报道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中国军方在黄岩岛进行海空巡逻 这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展示 也是中非两国主权争端的缩影 同时 越南正在考虑的新科技法 可能引发于美国的贸易摩擦 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即将上任的背景下 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的参考汇率 调整至14个月来的新低 这一决策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压力与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